台庫昨天跌一天 今天馬上就漲回來 到底為什麼會這麼強 還要說 在這樣的行情裡面 唯一需要去注意的 就只有一件事 今天節目一併告訴你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各位同志朋友好 歡迎收看針投資 我是飛行士忠真 今天是11月28號星期二 台庫是大漲了203點 那其實在昨天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在一個強勢的多頭格局裡面 好的切入點不好找 真的不好找 因為很多人說 這段行情這麼強 我等到回測月線或是說季線 我再來去進場 但是問題就是說 現在的行情 非常非常的樂觀 所以你說他要大幅度的回到月線 幾乎是不可能 那這個時候怎麼去找切入點 就是去看成交比重 所以昨天我才告訴大家 當電子成交比重低於60% 甚至50% 這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切入點 今天馬上就驗證 大漲203點 所以我在這 兩個禮拜我才一直告訴大家 現在是一個真正強勢的多頭格局 在這麼強的行情裡面 你不要浪費時間去說 指數會漲到1700 1800還是1900 還是說浪費時間去判斷說 指數到底到哪裡 他會去反轉 就像我講的 你唯一需要去注意的 就只有一件事 就這麼一件事 你去看喔 為什麼今天的 為什麼現在台股 他會這麼的強 跌一天 馬上就大漲 就跌一天而已 一天 今天就馬上漲回來 不只漲回來還過了 昨天的最高點 這是真正強勢的多頭格局 你說為什麼有辦法到這麼的強 就像我講的嘛 現在的市場會一直充斥著 降息的預期心理 大家會覺得說 沒關係 景氣不好 沒關係 產業不好 沒關係 反正聯準會 在明年早晚都要降息 會一直有一個預期心理 所以指數 他就是一漲難跌 沒錯嘛 當時聯準會 確定結束升息 之後 第一時間我就跟大家講這個邏輯 從結束升息到下一次確定降息 整個市場會充滿 非常樂觀的預期心理 會覺得說 沒關係反正聯準會 明年早晚都是要降息 所以會非常樂觀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不是說美股也好台股也好 最近的走勢都 非常的強勢 幾乎 頂多就是稍微的震盪一下 休息一下 馬上就大漲 這就叫做預期心理 所以在有這樣子 降息預期心理的行情裡面 你說要等到大幅度的回檔 等到回測月限季 幾乎是不可能 所以我昨天才告訴大家 當電子比重回到60以下 你不是要去買什麼防疫股 買什麼 醫療類股 那些都是短線 但是真正有大空間的 一定是電子股 沒錯嘛 今天馬上就證明這件事 所以我跟大家講 在現在這樣的行情你唯一需要去注意的一件事 就是鮑爾 如果說鮑爾他釋放出很明確的訊息說 明年即將要降息 明年降息機率非常高 只要鮑爾釋放出這樣子的訊息 這就需要去注意 代表說美國的經濟 真的出了一點狀況 但是在鮑爾釋放出這樣子言論之前 我們就是盡量去賺 我們唯一需要去專注的 就一件事 就這麼一件事 下一檔的標果在哪裡 沒錯嘛 這就是現在行情最好的地方 你錯過A 還會有B 你錯過B 我再帶你來買C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喔 你就算錯過了滑通的買點 就算錯過了滑通 今天我們早上再去買一檔 封測的便宜好股票 本益比也是很低 封測便宜好股 照盤買完之後 尾盤直接鎖漲停 直接鎖上漲停板 夠不夠強 直接就限鎖一根漲停板 這就是我所講的啊 當大行情來了 真正強勢的大行情來了 我們唯一需要去思考的 就一件事 下一檔的標股 下一檔的機會 到底在哪裡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看 這就是我從上禮拜 一直跟大家強調的邏輯 這裡 股票市場不變的定律 一定是抓大放小 當你掌握到大行情 你就算錯過了 100次的小行情 這些都無所謂 抓到一次大的 全部都會抵銷過去 因為這是股票市場的 定律啦 就是說 你的主要的獲利來源 你的績效 你的報酬率 一定只會集中在 特定的幾段 大行情裡面 就像我講的 就以今年來講 我認為真的可以稱得上是大行情的 大概就兩段 第一段是六月份 偽創廣達音業打技加大漲的那一段 這是第一次 那第二次也就是現在 聯準會確定結束升息 過後的這一段 這才是真正的大行情 那你去想嘛 你今年什麼股票都不要買 什麼行情都不要賺 就賺這兩段就好 賺六月份跟賺現在 我跟你講你的績效贏過九成的投資人 真的就是這樣 你光是賺這兩段大的行情 你的績效一定是贏過九成的投資人 所以我才一直告訴大家 你說你今年錯過什麼股票 錯過某一段行情 無所謂這些都不重要不是重點 最重要的是 現在大行情就是擺在我們眼前 就是擺在我們眼前 我們就是專注在 下一檔在哪裡 如果今年錯過什麼行情都無所謂 你只要抓到這一支大的 之前沒賺的全部都會補過來 下一檔在哪裡 所以大家可以先加入我們的Lite 現在右下角的ID 小老鼠 或直接點擊影片下方的連結也可以加入 你去看喔 我一直跟大家說 這才叫做真正的大行情 我們就近兩個禮拜就好 最近兩個禮拜 漲停板有沒有超過十根 有了吧 從近鋒 從近鋒 勵志 來結 雙鋒 照例 滑通 神機 巨響 漲停板有沒有超過十根 這就是多頭啊 這才是多頭真正的樣子嘛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te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好那你去看 2313的滑通 2313的滑通 有沒有 我一直跟大家說 現在叫做多頭輪漲 多頭輪漲 你錯過任何一檔股票都不用去追 最好的買點過了 我們就不用去買 就像是說 你沒有買到近鋒 沒有買到萊捷 沒有關係 我會帶你去買 新的股票 要買哪一檔都已經準備好了 2313的滑通 上禮拜一特別告訴大家 很便宜 真的不貴 那 就像我講的 從停止升息到下一次正式開始降息 市場資金會全部回歸到獲利數字 所以只要獲利數字漂亮 早晚都會漲 有沒有滑通 上禮拜一 開地之後往上拉 11月24 上禮拜五 創下短線新高 大漲半跟漲平半 最高來到68.5 昨天 繼續在創高 昨天是大跌150點 昨天大盤是下跌了150點 滑通繼續在創高 71.4 今天 有沒有 接近是一根漲停板 尾盤還是有大漲6%以上 從這一段到今天最高點 74.8 足足25%的獲利 足足25%的獲利 這一段 就像我講的 手機需求回溫 低軌衛星的營收擴大 這些大家都知道 那 滑通的股心不好 滑通比較溫 大家也知道 那他憑什麼可以這樣漲 他憑什麼可以在 一個多禮拜時間漲25% 足足25% 數字 就像我講的就是數字漂亮 以2024年來看 2024預估保守預估至少是5到6 以5到6來講 這個位置的本益比 只有大約是10倍而已 真的就只有10倍而已 非常便宜 往上拉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嘛 當市場的資金回歸到了業績數字 這就是我最擅長的行情 因為說當 聯準會確定結束升息 到下一次正式開始降息 這段期間因為沒有太多外在因素的干擾 所以他的資金一定會回歸到最原始的業績數字 產業好 數字夠強 買盤就一定會進去 所以你看2313的滑通 滑通憑什麼可以這樣漲 他的股心不是說特別好 而且他還很溫和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漲 就是因為他的數字夠強 他的本益比夠低 民體預估要賺5到6 預估要賺5到6 本益比不到10倍 他當然有條件這樣漲 是吧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 你錯過了進棚 錯過了萊捷 錯過了雙紅 錯過了神機 錯過了勵志 都沒關係 不用特別去追 我帶你來買新的股票 2313的滑通 25% 是吧 3548的招力 今天繼續在創歷史新高 最高獲利已經高達了75% 足足75% 有沒有 台股唯一受惠摺疊機的概念 因為就像我講的 以所有的所謂摺疊機概念股來講 只有趙利跟富士達 他有真正接到華為的訂單 那趙利他又接到Mac Mac的軸程 2024預估賺8到9 預估賺8到9 這一段 140元非常便宜 一直到今天 還在漲停板 到今天還在漲停板 創歷史新高 最高最高兩代來到245元 當時我們 公開的時候才140元而已 從140漲到198 再從198漲到245 今天一根漲停板創下歷史新高 這才是真正的多頭輪漲 所以我在 上禮拜我才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不用覺得說你錯過了 覺得說你沒有賺到什麼 還是說 你從16000到17000點 你沒有買到覺得很可惜 因為真正的行情 現在才開始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你去看 當時就是為什麼一直 聯準會確定結束升息之後 我一直跟大家說 把握機會 把握機會 這才是真正的大行情 真正大行情要來的 而且你可以發現到 我告訴大家說真正的大行情要來的 不是從16000點喔 是從16000點 漲到17000點 我才告訴大家 真正的大行情 現在才開始 有沒有 真的就是大行情 所以 把握機會 因為這一段行情 它會一直輪漲 當然說指數不可能一直漲 它一定就是高漲橫盤真理 上下去做震盪 但是以個股來講 就是百花其放 它會一檔一檔 低位階數字夠強的 輪流這樣漲上去 那你看 我們在前一個禮拜有跟大家講 要帶大家買經濟檔 被動元件相關的 便宜好股票 就是6284的加幫 我們在早上節目有特別告訴大家 6284的加幫 它不貴 這裡買一次 這裡再買一次 70元跟75元上下 這裡各買一次 往上拉 今天最高 86.5 通通都賺錢 有沒有 消費性電子付輸 又加上 華興集團的作帳 2024預估7到8 預估7到8 就算是到了今天 86塊 還是不貴 2024預估要7到8 7到8塊錢 就算是在這裡 還是不貴 我們的獲利已經高達了20% 又是一檔20%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說 這才是真正的多頭行情 這才是真正的多頭輪漲 40%30%20%這樣賺 這才叫大行情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 你今年所有的行情都沒有參與到 所有的股票你都沒有做到 你光是做這一次賺這一次的行情 說真的就已經夠了 賺這一次的行情絕對就夠你今年的獲利 跟績效 因為這就是我一直在講的 抓大放小 小的行情你不想參與 不想去賺這些都無所謂 但是大行情如果說錯過如果說沒賺到 這就會差很多 這就會差很多 因為我可以這樣說 你就算掌握到100次的小行情 他的獲利可能都抵不過一次真正的大行情 一定都是這樣 這是股票市場的定律 只要說掌握到一次大的 100次的小行情 通通可以抵過去 6284的甲棒 這就是我講的 你錯過進鵬 錯過萊傑 錯過趙立 錯過勵志 錯過雙鴻 通通都沒關係 我有新股票可以帶你來買 有沒有 照立花通 這裡也是 這兩個位置那你去買 20% 還沒漲完 如果說以明年2024的數字來看 86塊錢其實還算是蠻便宜的 今天正式公開給大家看 錯過了加幫 最好的買點沒有買到怎麼辦 今天再帶大家買這一檔 封測的便宜好股票 找盤去買進 買完沒多久 尾盤拉上去鎖漲停 一架到底 沒有一架到底 直接鎖到尾盤 鎖上漲停就一路鎖到了尾盤 這才是多頭行情嘛 是吧 這才是真正的多頭輪漲 所以我一直告訴大家 其實 績效的好壞或是說 你在一個年度裡面 你要賺多少錢 絕對不是靠小行情累積出來 如果說 你操作時間久一點 你一定知道我在說什麼 大的獲利絕對不是靠小行情累積的 一定說抓到一次大的 績效就往上跳了 整個資產的規模 他就會往上跳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你說你在今年錯過什麼行情 這些都無所謂 錯過哪一檔股票 這些都沒關係 但是當真正的大行情來了 一定要去做把握 就是現在 因為在股票市場 自負的 定律之一 一定是抓 大 大放小 大行情一定要掌握 小行情都不賺這無所謂 但是當大的來了 一定要掌握 那當大行情來 你只需要專注在一件事 下一檔的標股在哪裡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現在是一個 不折不扣非常標準的 大行情 這樣子的大行情 能夠投入多少資金 就盡量去投入 因為這不是天天有 行情天天都有沒有錯 賺錢的機會天天都有 但是你要說大的行情 賺大錢的機會 這是需要一點點的時機 需要一點點時機才有辦法達到 所以 把握機會 因為說 現在類股輪動很快 而且資金進來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有時候慢個一天 真的就買不到了 真的不誇張 慢個一天 有一些股票 真的就上去 就是 就真的是買不到了 你去看 這一檔 這一檔原本也是預計說 可能說這 兩三天這整個禮拜的時間 都可以來佈局這一檔 結果 今天早盤進場 最後一次進場 往上拉漲零板 明天如果再繼續衝 就沒有買電 這就是我所講的 現在的資金進來的速度非常的快 有時候說 晚個一天 或是說慢個一天 買點就沒了 鎖上去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我們上週推出來的 驅動IC的黑馬骨 觸控IC的黑馬骨 網通的黑馬骨 這兩檔進場點 都還有 把握機會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私訊我們的 LINE 右下角的ID 小老鼠 WE178 WE178 我們先休息一下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N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好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其實說 一段真正的大行情 來了 我們就不用特別去花時間判斷說 指數到底會漲到一萬八 還是一萬九 還是說兩萬點 什麼時候要反轉 這些意義都不大 如果說當指數在一個比較模糊的地帶 他就是說在一個還沒表態之前 這我們可以花比較多時間去分析 指數會往上還是往下去做表態 但是當一個 已經很明顯肉眼可見的行情出來 就不用特別去 花時間去判斷說指數到底會在哪裡 我們就專注在 接下來的機會 在哪裡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一般的行情一定都是小賺啦 小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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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真正的大行情來了 整個績效全年度的報酬率 靠的就是這種大行情 所以錯過以上這些股票 都不用去追 也不用說等回檔我去買 我直接帶你買新股票 我們的股票全部都準備好了 直接帶你來買 包含說上禮拜推出的 包含說我們今天買進的 風測的便宜好股票 這些都是 說錯過之前這些不用特別去追 也不用特別去等回檔 我直接帶你買新的 而且這些股票全部都準備好了 就是 等資金輪動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先加入我們的Light 小老鼠W178 好我們繼續來看 你看 2355的進棚也是 有沒有 當時告訴大家 汽車版的需求回溫 高毛利的新品即將出貨 明年預估要賺2.5到3 那當上第三季季爆出來之後 2.5到3又往上修 修到3到3.5 3到3.5這個位置本益比只有12 只有12倍 往上拉 有沒有我們買完 這裡買 C跟紅黑在進場去買 最後一次進場的隔一天就隔一天 漲停板 盤中一度漲停板 接著 一路漲到了53.6 足足40% 一個禮拜時間大賺了40% 2355的進棚 這就是多頭啊 很多人說 多頭行情 會有多好賺 這就是多頭行情 你可以一檔一檔這樣接下去 所以 2355的進棚也是啊 數字強 明年產業也沒有問題 資金一進來 馬上就這樣漲上去 所以在這個時間真的是 唯一需要去注意的一件事大概就是包我的言論 如果說 真的很明確釋放出說明年可能會降息的訊息 我覺得這一段行情就 差不多結束了 應該說 大行情啦 大行情差不多就結束了 會回歸到一個比較正常的行情 所以這部分大家可以去留意 就是說 如果 這樣子這麼強勢的多頭行情 它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就是持續到 包爾釋放出明確的降息訊息 因為當這個明確降息訊息出來 第一 大家的預期行李 會開始慢慢的往下递減 那第二 也代表說美國的經濟真的出了一點的狀況 包爾才有可能放出這樣的言論 但是在這之前 市場就一直充滿著說 降息要降息要降息 一直充滿著預期行李 它就會一漲難跌 所以你看 有沒有 一週時間 一個禮拜的時間大漲40% 好那就像我講的 你錯過任何一檔都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行情最好的地方就在於說 你錯過A 我會再帶你去買B 你錯過B 我會再帶你去買C 來解 是吧 你錯過進棚不用特別去追 我再帶你來買來解 6799來解 艾普入股來解 短期內來解的本益比就會往上提高 加上說本身數字也不錯 有沒有 當天140元以下 買進來解 一根帳停辦 上禮拜四 創下短線上高點 今天 一度是大漲了接近半根漲停辦 這個空間都還有 還都還不貴 他都還有再向三的空間 6799來解 他還有空間但是不用特別去追 就是說 我們是買了140塊 有買在這裡 這沒有問題 但如果說已經漲上去你沒有買到這個位置 我再帶你買新的股票 這就是現在的行情 現在行情就是說 他會一直去輪動一直去輪動 你錯過這一檔 我再帶你去買下一檔 你錯過下一檔 我會再幫你準備全新的一檔 所以你說現在要去買什麼 我全部都準備好了 只是說他什麼時候會發動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資金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有時候說 預計這個禮拜 我都要進場去佈局 結果一下子 馬上就漲停板 資金進來就漲停板 這也買不到了 就像這一檔 有沒有 逢測便宜好股票 本來預計說 這禮拜都可以佈局 結果買完沒多久 漲停板 買也買不到了 所以這就是說現在資金輪動很快 你可能說漫個一天 買點就過了 漫個兩天 可能就錯過好幾根 長空K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我們在上禮拜推出來的 觸控IC黑馬股 網通的黑馬股 佈局的機會 都還有 我們成本拉開了但是說他的空間都還很大 所以 直接打電話進來 大家要知道說 現在這個行情你就專注在一件事 下一檔的標股 接下來的機會在哪裡 就這麼簡單 直接打電話進來或失去我們右下角的 QR Code 的ID 小老鼠 WE178 WE178 現在有什麼樣的優惠 或是說有什麼樣的方案 歡迎直接打電話進來詢問 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 想跟上下一檔的標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摩爾證券頭部 0800 66 8085 本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透過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 納